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不小心就要领盒饭 转场之后胡子书请来了高僧淡顶书为奶奶做法 淡顶书一进屋就觉得一股阴风拂面 感觉事情不妙 于是问奶奶什么情况 医生说现在只能靠仪器维持生命 大家最好有个细腻准备 奶奶的大儿子做做书 劝其他兄弟把仪器拔掉 让老人家直接见上帝 也许是不甘心 奶奶直接坐了起来惊呆了众人 画面一转 小胖和妹妹溜达进了一间储藏室 看到了奶奶的一张老照片 出于好奇 打开了一个贴着符纸的罐子 里面突然窜出一团黑烟 消失不见 接着画面一转 奶奶的小儿子小帅回来了 这时 奶奶的氧气已经被做做书掐断 淋了盒饭 知道事情的小帅 于是和做做书吵了一下 看着母亲的尸体 小帅悲痛不已 一家人看着为奶奶伤心 实际都在惦记着奶奶的家产 随后 胡子书开始炫度起了奶奶的遗嘱 奶奶表示 如果想要继承我的财产 就必须每天晚上12点 来祭奠自己 完成了这个任务 就会告诉你们下一个任务 于是 众人为了得到财产 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就在做做书和孩子聊天时 屋里灯光一暗 奶奶来到做做书家 直接吓坏了不少人 随后一个关门声 吓得做做书探坐在椅子上 接着奶奶又找到了淡定书 淡定书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用余光一扫 就知道大事不好 于是说 冤有头债有主 没事你也赶紧走 于是奶奶来到小胖家 把小胖的母亲肥姐 吓得痛哭流涕 一直跪着祈求老人家的原谅 小胖也被奶奶的鬼魂吓尿了 赶紧躲了起来 最后奶奶来到了小帅的房间 小帅因为想念母亲借酒消愁 醉倒在了桌子上 就连祭奠的时候 小帅也没有醒来 一大家子人 为了尽早结束祭奠 也没等小帅 祭奠仪式也正式开始 奶奶也许因为太饿了 一口就咬了一个鸡腿和面条 就在这时灯光熄灭 女鬼正视亮相 原来女鬼是男主的二房 因为争宠失败 上吊自杀 随着一声尖叫 灯亮了起来 紧接着 女鬼指着胡子书说 当初就是你害我领的盒饭 不得不说 女鬼还真是个美人 被女鬼这么一折腾 屋子里的人走得干干净净 胡子书则淡定地离开了 转过身 找到了小黑要佛像避难 但是小黑却把淡定树变了出来 胡子书于是又匆匆跑了出去 寻找其他佛像 女鬼转了一圈 找到了小黑 原本想吓死小黑 结果小黑说 我不吃你这一套 赶紧把门给我关好 别影响我睡觉 女鬼一看 这货不好惹 于是关上门去找别人了 可是女鬼拿着刀 转悠了半天 又碰到了小黑 小黑上来就是一巴掌 说再不滚就让你直接脸合饭 心里委屈的女鬼默默地爬走了 随后大家商量怎么办时 淡定树说 只要不呼吸 女鬼就看不到他们了 这时女鬼进屋一看 一个人也没有 气得她一声怒吼 吓跑了所有人 肥起两口子一看 情况不妙 于是就要溜票 女鬼一看 想要跑没一门 于是噼里啪啦 把这两口子的脸给划了 后来女鬼找到了小胖子和长发妹 秋菜女鬼将其灭了时 胡子叔和小黑发现了打开的骨灰盒 于是淡定树念了几句咒语 就把女鬼给收了 第二天 胡子叔宣布了第二条遗嘱 要带着奶奶的尸身 去看死去的爷爷 一家人磕磕盼盼地到了墓园 没想到遇到两个傻子打结 绑走了奶奶 话说这绑匪口味还挺重 绑谁不好偏绑个尸体 绑匪要求巨额的赎金 大家东偏西凑还差一百万 于是小帅决定去打黑拳 筹剩下的钱 就在小帅拿着钱回来时 发现大家都被绑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胡子叔的阴谋 还说不给钱 就给奶奶碎尸万段 小帅一听 急忙护住了奶奶 就在这时 奶奶抬起手 抚摸起了小帅的头 原来奶奶只是假死 目的是想要一家人团结友爱 多回来看看自己 没事少想着遗产 影片最后 奶奶奉案遗产完成了心愿 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整部影片 结尾的反转很让人意外 但是也正因为这场谋划 将渐渐消失的亲情 再次唤醒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奶奶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小飞最后